大家好,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19年对签证身份转换和延期的新规定 此前我们录制过一个视频讲在美国怎样转身份或者说延期 另外我们也录过关于申请的财务文件证明单独的视频 但是最近有一些新的情况 所以我们再补充一下最近刚开始实施的新规定 首先有一个新的i539表和旧的版本不一样 制表日期是2019年的2月4日 旧表现在移民局已经不接受了 要注意用最新版本的表格 那么i539表应用很广 在美国境内从一种签证身份转到另一种 如果你转去的签证身份是允许在美国工作的 比如H1B L1等等 这样的一般提交i129的申请 除了这些以外 大部分其他的签证类别互相转换 比如说F1转J1 F1转F2 J1转F1 现有的签证身份的延期 比如像父母到美国来探期 用B签证如果要延期 或者有的人用B签证到美国转成别的签证 都需要填i539表 应用范围还是很广的 我们前面讲到需要用新的版本的表 还有什么变化呢 申请人需要打指纹 以前很多时候只有绿卡的申请人 或者说485Base的EAD的申请人 回美证 不管是Advance Per Row 还是Rentry Permit 或者申请加入美国籍 这样的时候需要打指纹 但是现在i539也需要了 那么一般申请提交以后 过一段时间 可能在申请提交后一个月以内 会收到一个要打指纹的通知 然后可以按照约定的时间去 提前去这个walk in行不行呢 目前还有待观察 这可能不同的地区办公室也不一样 根据他们的繁忙程度 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肯定会增长i539 要转身份或者延期 在移民局的处理时间 因为以前呢 比如说539和配偶129一块交上去 也可能呢 用加速审理就可以同时批准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一个打指纹的要求 即使同时提交的申请 使用了加速审理 那么这个i539呢 看起来也不可能 在十几天内得到批准 可能会拖几个月的时间 前面我们讲到呢 i539还需要打指纹 有的时候指纹会比较细 或者有一些人呢 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呢 他这个指纹或者是手指 会有划伤 那么要相应的注意 要是不能打指纹呢 那就又影响了身份的转换 我们知道呢 这个i539转身份 要的时间有时候会比较长 甚至包括延期要的时间也长 一般来说呢 申请人也可以离开美国 然后重新签一回证 再入境 这样呢一般会快一些 你拿掉签证 再回来就行 当然也有不便的地方 因为你需要离开美国一趟 那么说到这里 如果用这个premium processing 提交i129 对i539的批准还有用吗 有可能还是有用的 但是用处原来小 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人 他教H1B 或者延期 或者转换 那么配偶和孩子 同时交539 以往呢 有的时候可能十几天 一个月就同时批准了 现在呢 可能要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 或者更长时间 才能批 如果129没批嘛 一般539呢 也不能批 不用premium processing呢 那申请可能要拖更长时间 当然了 i539也可以单独交 常见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父母来探亲 延期 前面讲到呢 要打指纹 要交费 每一位申请人呢 要交85块钱 打指纹的费用 比如说 父母来探亲 如果有一个人 需要延期 那么要交的总共的费用呢 就是i539的370的申请费 加上85的指纹的费用 如果两个人呢 可以用同一份i539表 但是呢 要再交一份大指纹的费用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是如果申请的受益人 不止一个 比如说 主申请人配偶和孩子 同时申请 或者父母同时申请延期 还有另外要填一个表 叫i539A表 类似的 比如说有的人 关于O3 L2 如果受益人不止一个 都需要填这个i539A表 当然这个同时 还有打指纹的要求 那么这些呢 就是最近刚发生的 美国移民局 对于在美国境内 签证身份 转换和延期的新规定 新的表格 打指纹 另外交钱 还有可能要交i539A表 总体来说呢 我们感觉呢 美国对于绿卡 和签证身份管理 现在比以前更严格 有这个关于坚强的争论 但是入境以后呢 在美国有合法工作 转换身份 或者申请绿卡 永久居留权 这些方面呢 现在看起来 控制的比较来更严格 那这个呢 和政治局势等等都有关 那么个人能够做的呢 关于自己的身份 有更多的注意 经常留心 一定举到新的 这方面的要求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 就讲到这里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